我们一起起立来读神的话 创世纪第一章 第一节 起初上帝创造天地 地是空虚混沌 渊面黑暗 上帝的灵运行在水面上 上帝说要有光就有了光 上帝看光是好的 就把光暗分开了 上帝称光为昼 称暗为夜 有晚上有早晨 这是头一日 上帝说 主水间要有空气 将水分为上下 上帝就造出空气 将空气以下的水 空气以上的水分开了 事就这样沉了 上帝称空气为天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二日 上帝说 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 使旱地露出来 事就这样沉了 上帝称旱地为地 称水的聚处为海 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说 地要发生青草和解种子的菜书 并结果子的树 各从其类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合 事就这样沉了 于是地发生了青草和解种子的菜书 各从其类 并结果子的树 各从其类 果子都包着合 上帝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三日 上帝说 天上要有光体 可以分昼夜 做记号 定节令 日子 年岁 并要发光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事就这样沉了 于是上帝照了两个大光 大的管昼 小的管夜 又照重心 就把这些光 摆列在天空 普照在地上 管理昼夜 分别明暗 上帝看着是好的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四日 上帝说 水要多多 资深有生命的物 要有雀鸟 飞在地面以上 天空之中 上帝就造出大鱼 和水中所资深 各样有生命的动物 各从其类 又造出各样飞鸟 各从其类 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就赐福给这一切 说 植生繁多 充满海中的水 雀鸟也要多生在地上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五日 上帝说 地要生出活物来 各从其类 生出昆虫野兽 各从其类 事就这样沉了 于是上帝造出野兽 各从其类 深处各从其类 地上一切昆虫 各从其类 上帝看着是好的 上帝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深处和全地 必定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上帝说 看啊 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酥 和一切树上所结有何的果子 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至于地上的走兽 和空中的飞鸟 并各样爬在地上 有生命的物 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 事就这样成了 上帝看着一切所造的都甚好 有晚上有早晨 是第六日 好我们去祷告 主我们谢谢你 你把这段经文给了我们 记载了我们人类历史的开始 使我们找得到根 因为我们是按着你的形象造的 你是我们的父 我们是你的孩子 我们唯有在这样的根基上 在这样的历史事实上 我们知道我们是谁 也能找得到 才找得到我们人生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归向你 敬拜你 愿今天你的灵与我们同在 愿你的话成为真实 在我们生命里面 祷告奉耶稣的名 阿们 各位请坐 这段经文 记载了上帝六日创造的世界 在一千八百年的教会历史里面 没有人怀疑这段经文 直到十九世纪 一个姓答的 提出了进化论 开始质疑这段经文 的真实性 我就记得在第三章 如果你还没念的话 第三章如果你记得 舌根那女人说 你吃的日子不一定死 所有的进化论 哲学科学也好 也告诉你 这段经文 不一定是这么解释的 这段经文不一定是历史 这一段经文不一定是事实 也许是诗 有押韵 有早晨 有晚上 有押韵 对吧 也许是 预言 像一所预言一样 也许这根本不是真实的事情 我们知道人是进化来的 科学告诉我们 你不要以为是中国是这样教而已 台湾也是这样教 美国也是这样教 几乎所有有科学的地方 都会告诉你 人是进化来的 这段经文呢 参考参考就好 不一定是真的 这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作为相信上帝的人 我们必须要来分辨这一个 蛇从伊甸园给我们 就有的这一个谎言 这段经文不一定是这样 那我们必须要做一个抉择了 是不是这样 还是不是这样 耶稣说过 你的话若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 再多说都是出于魔鬼的 真的是 魔鬼会说 不一定 这一段经文也许吧 那今天我们必须来思考 这是不是真的 第一个可能性 是这段经文是错的 是假的 这是摩西写的经文 摩西呢 是大概1400年后才写这段经文 在整个 公元前1400年写的这段经文 那有人说 他呢 是口传的 所以呢 他 这个不见得能信 那有几个方法来处理 总认为这不是真的 这段经文是错的 是假的 不是真的 有几个方法处理 第一个是不信神的人 无神科学进化论 是大概这么来处理这段经文 他说宇宙是几十年 这已经你知道 几十亿年大爆炸产生的 地球是4.6亿年前 慢慢冷却后形成的 对你都知道 对你上过学的都知道 地球的生命又是经过几亿年的 这四亿年的淘汰天择适者生存 才产生的 所以你也看过这些 科学故事书 短颈鹿 面面变成长颈鹿 有没有 有没有看过这个图画 那些短颈的短颈鹿呢 就死掉 吃不到上面的树叶 然后就成了剩下的长颈鹿 看过吧 三叶虫后来就进化 就变成恐龙 还画给你看 恐龙呢 还会变成鸟 其实恐龙的骨头跟鸟的骨头 差太多 鸟的骨头是空的 可以飞 恐龙的骨头是实心的 可以跑 完全不同的 可是你这些科幻故事 看多人就觉得 有可能啊 然后恐龙就死光了 对吧 那大家还在猜测 恐龙怎么死的 可能是陨石打到地球 然后恐龙就死光了 然后领长动物就接手 接班对吧 这些故事你应该很熟悉 然后这些领长动物呢 就变成猿人 然后就变成 慢慢就成为人 你也看过这图画 人原来是这样走的 对吧 然后就变成这样走 然后就变成这样走 这些故事你都听过 没有什么证明 我们以后再看 有没有这些东西 其实没有什么证明 但是至少无神的人 是这么来解释的 相信神的人 怎么来解释这段经文呢 他说 这个可能也是假的 我们为了基督徒 为了要 要与不幸的科学家 有对话的空间 我们也相信科学是对的 所以这些 有一些基督徒 开始来想了一些点子 来处理这段经文 第一个呢 叫做神导进化论 Deistic Evolution 神导进化论 也就是他们还是认为 科学家可能也没错 这个进化是发生的 是神用了几亿年 神慢慢引导进化的方向 最后成为今天的人和世界 那至于亚当夏娃 伊甸园 这都是比喻了 就当然没有这些事 神安排的进化 这是基督徒提出来的 基本上就是说 这个创世纪呢 第一章参考参考 这几亿年还是发生的 进化还是发生的 刚才你读的那一篇呢 长篇大轮的参考参考而已 第二个 他们说 我们还有别的一些 这也是基督徒的想法 基督徒受了魔鬼的引诱 而有的想法 Day Age Theory 就是一天等于几万年 你刚才读的那段经文里面说 就是有早上 有晚上有早晨第二日 有晚上有早晨第三日 这看起来像一天对吧 不像是几千万年 可是他们说 不行 这个宇宙大爆炸 今天至少有四亿多年 这四十亿年 怎么会只有六天呢 照这个六天的算法 你推算回去 宇宙形成的时间 大概在六千多年前 这是可以推回去的 所以怎么可能 我们的信仰跟科学 差这么多呢 所以我们有个理论 叫做Day Age Theory 一日等于几千万年 这六日形成宇宙 是不可能的 时间太短 不合乎科学 所以经文里的每一日 都是几千万年 植物到鱼 到飞鸟到走兽 这都是经过几千万年 进化而成的 所以绝对不是一日 它那只是 还是一个参考用的 对吧 就是六日参考用的 还有一个 叫做间隔论 Gap Theory Gap是你帽里面卖的衣服 真的是有一个 打洞的 打坑 打洞 打间隔 它怎么解释呢 它说第一节经文 上帝创造天地 第二节经文是说 地是空虚混沌 可见上帝原来造了一个天地 然后魔鬼反叛 把它毁了 然后第一节 跟第二节 就相隔了几亿年 这就可以说明 这宇宙为什么古老 但圣经却把它说成 那么短的原因 这几个论点 都是基督徒 想要把圣经和科学 做一个融合 然后基本上告诉你 创世纪第一章是 不太能信的 那里面有许多的漏洞 许多的含义 那是无法解释的 是我们必须靠科学来解释 那第二个 当然我们有第二个选择 就是这段经文 是对的 是真的 真的是这样的 宇宙万物大概是六千 到最多一万年 怎么知道呢 你知道创世纪里面 有很多那个人民 如果往下看 大概第四第五章 谁生谁 有没有 然后谁谁谁 活了几百年 谁谁谁又活了几百年 然后 路加福音 如果你记得 他把 耶稣 是谁的儿子 推推推推推推 最后推到 亚当是神的儿子 对吧 所以他把所有人民 都记下来了 所以按照这些人民呢 以前就有个教父 就推推回去 大概就是 公元前 离我们现在 六千零六年左右 地球就生了 但有人说 这个家谱 可能也有一些误差 可能有一些漏掉 Sure 所以最多一万年 这个宇宙到 从创造到今天 最多一万年 这是圣经给我们的 两个可能性 对吧 创世纪是真的 那宇宙大概就是 六千到一万年前造的 创世纪是假的 那你就可以有 各种科学解释 所以我们必须来 思考这个问题 这个理论 如果是真的 假设你是真的话 我们必须从 这个方面来思考 就会发现 这个理论是真的 上帝 创世纪是真的话 它是对 整本圣经的神学 是最一致的 上帝这边看到 二十六节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附数 我上次跟你讲 上帝是附数 我们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和全地 并地上一切爬的昆虫 上帝就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他的形象 造男造女 上帝就赐福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编满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 我们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 这是创世纪给我们的教导 如果你认为第一章不是真的 这个问题就出现了 那我们是谁的形象造的呢 根据进化论来 我们是猴子变来的 或者是人 或者现在比较先进的进化论是说 人跟猴子有相同的 有同样的祖宗 基本上就是猿人 猴子 所以我们充其量 不过是一群极为先进的猴子 猩猩 ape monkey 这是我们 按照这个进化论 人和猴子没有绝对的区别了 可是按照圣经 人有和动物有绝对的区别 我们是神的形象 我们代表上帝 管理所有的动物和地球 我们有上帝的尊贵 圣洁 正直 公义 慈爱 善良 和美丽 这是我们动物之间有绝对的差异 动物和人到底有什么差异 你知道海豚的IQ比人高 猴子有没有良心 有人有做实验 你跟他讲 不能特别给他照那个录像 跟他一直讲 这个香蕉不能吃 香蕉不能 香蕉不能吃 然后那个主人就走 猴子当年就吃 然后那个影片就发现 就照到这个主人 就立刻跳进来 猴子就 知道这个不能吃 你说他有没有良心 那不是良心 那个不是良心 那个只是对主人的恐惧 训练的恐惧 人有良心 人是你吃了以后 知道不能吃 你偷吃以后 还有良心 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尊贵 圣洁正直 形象而造的 所以你若不相信 创世纪第一章是真的 你就会碰到这个问题 那我是谁 我是猴子变来的吗 第二个这个问题 如果这个是真的 我们下面这个出埃及记的 十诫的第四诫才有含义 上帝利用了六天造了万物 那第七天就安息了 这在第二章 他就开始谈天地万物的造型 到七天神的功就完毕 就安息了 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 十诫的第四诫说 当纪念安息日 守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扑毙 牲畜并以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因为六日之内 耶和华照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 第七日便安息 所以耶和华赐福于安息日 定为圣日 也就是我们一周有七天 是上帝定的 六天工作 第七天休息 是上帝定的 他也是第七天安息 如果这段经文不是真的 这段经文如果按照 刚才所说的day age theory 一年一天有几千万年 请问你要多久才能有休息 这个安息日的律法就毫无含义了 毫无意义了 所以第一个我们看到人是神造的 第二个我们看到安息日 是按照创造的六天 创造的时候而产生的 第三另外一个问题是 你知道进化论的一个根底 就是天者 物尽天者 然后嗜者生存 也就是在今天你看到的物种出现之前 有许多的物种死掉 对吧 底下有许许多多死掉的动物 许许多多几千万年的化石 这是进化论所说的 可是圣经到时候我们说什么 死是从谁来的 死是从亚当来的 罗马书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 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 于是死就临到众人 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没有律法之先 罪已经在世上 但没有律法 罪也不算罪 然而从亚当到摩西 死就做了王 连那些不与亚当犯一样罪过的 也在他的权下 亚当乃是那以后要来之人的预想 世界上的第一个死亡 当然就创新第三章看到了 第一次的死亡 是上帝把那只羔羊给杀了 做成提 替亚当赦罪 死亡是上帝跟亚当说 你吃的日子你必定死 魔鬼说你不一定死 上帝说你必定死 所以死亡是从亚当入了世界 就算你没有跟亚当犯一样的罪 这边还是说死人 你仍然在死的权下 所以死亡 是从创世纪第一章六天所造 亚当是真实的 有真的亚当 不是假亚当而来的 我看到一些神学家真的写 这个亚当 It's not a literal atom 不是真的亚当 那只是预言 如果这是预言 那死亡是哪来的 死亡就是进化论里面所产生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 当然还影响到第二个亚当的问题 等一下我们再来看 第二个亚当 基督要来取代亚当的一个问题 所以连那个亚当都没有的话 第二个亚当也没了 还有另外一个问题 创世纪第一章 这边说到上帝造男造女 对吧 造我们形象造人 上帝造了一男一女 创世纪第一章告诉我们 一夫一妻 这是婚姻伦理的根基 如果创世纪不是真的 我们是进化来的 我们的伦理基础也消失了 马太福音十九章第三节 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 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休期吗 耶稣回答说 那什么 起初造人的 请问他在引用哪一段经文 他在引用哪一段经文 创世纪第几章 第一章对吧 耶稣说 六日造人是真的 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 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 与妻子联合 二人成为一体 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 既然如此 夫妻不再是两个人 乃是一体的 所以上帝配合的人不可分开 这边就把整个婚姻伦理 给建立起来了 一夫一妻 也把圣经反对同性恋的根基 也建立起来了 全都在这里 上帝没有造一男一男 一女一女 对吧 就像英文讲的 上帝没有造Adam and Steve 他造了Adam and Eve 上帝没有造两个男的 你们去生小孩 也没有造一个男的 四个女的 这四个都是你女朋友 你自己挑一个 我四个你都要都可以 没有 他把人类最尊贵 最底线的婚姻基础建立 就在创世纪的伊甸园里面 那六日里面的第六日 一男一女 你们两个同等尊贵 都是上帝形象造的 丈夫作为头带领妻子 但是你要珍惜妻子 这是以福所述也给我们看到的 因为他是你身上出来的 同样的尊贵 同样的神所爱 你们两人要 生产众多 变满全地 然后管理这世界 这是给两人的 所以亚当夏娃原来被造 是国王 是王后 King and Queen 他们当受这地上 所有万物的朝拜 因为他们是上帝的形象 然后人要带领万物 朝拜耶和华 这是整个原来上帝 设计的整个宇宙 到今天已经 当然已经散掉了 这个规则已经完全散落 因为人的背叛 动物也背叛 但是这创世纪第一章 这里面给我们看到 是我们整个圣经神学的 完全的基础 你如果拿掉 创世纪第一章 你把创世纪第一章 从圣经里抽掉之后 我们所有的神学基础都垮了 这是地基 这是根基 圣经反对异父多妻 反对同性恋 反对婚外情 反对搞小三 反对换性伴侣 反对离婚 全都在这里 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 给我们看到 原来因为起初造人的是 造男造女 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伦理问题 也在这里出现 人不是动物 是神造的 是尊贵的 因此圣经反对复制人 clone 什么叫做复制人呢 就是你怕你老的时候 器官衰老 对吧 所以你复制一个你 然后把它养在那里面 然后你老的时候 你就可以摘他的器官 这是复制人最后的目标 你干嘛 要不然复制多人干嘛 一个我就够了 还要因为另一个我 真是够搞死了 他有这个功能的 就是你变成器官农场的 一个最后的愿景 圣经说 No 我不是动物 你不能把人养在农场里 当你的器官农场 我们是上帝形象 尊贵形象所造的 你不能这样把人当动物 但是按照进化论来言 有什么不可以 你如果按进化论的理论来提 你找不到理论基础来反对这个 没有什么理论基础 对啊 它进化来的 我们现在进化到这程度 造这个 可见如此 我们做一个小小结论 如果我们刚才读那段经文 创世纪第一章 不是历史事实的话 是假的 是预言 是一所预言 是比喻 我们整本圣经 通通可以丢掉 真的可以丢掉 创世纪三章十五节 还记载了一个故事 我要叫你和女人彼此为仇 这你是谁 这是那条蛇 对吧 那个魔鬼 我要你女人的后裔彼此为仇 你的后裔和女人的后裔 也彼此为仇 女人的后裔要伤你的头 你要伤她的脚跟 这个女人的后裔是谁 是基督 对吧 所以基督已经在伊甸园里面 已经给预先上帝发出预言 他要来 他要来伤蛇的头 你要伤他的脚跟 也就是耶稣要践踏魔鬼 践踏死亡 然后耶稣要复活 这个是创世纪前面那三章里面 全部都包含的 你如果说这个创世纪是假的 而且是 特别是基督徒 如果说创世纪前面这三章是 预言参考 整本圣经都没了 还有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二十二节 刚才我所说的第二个亚当 在亚当里 众人都死了 照样在基督里 众人也都要复活 经常是这样记着说 首先的人 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 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 什么意思呢 你如果是亚当的子孙 你就一定会死 对吧 有没有谁不会死 但谁能复活 谁能复活 基督的子孙 你在什么 在基督里 你要怎么在基督里 你要如何在基督里 要借着信耶稣基督 才能在基督里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 最基本的这两个分水岭 就在创世纪第一章已经出现了 圣经如果是真的 它就从第一页到最后一页都是真的 如果第一页是有问题的 后面通通都有问题 好了 那你说牧师这个宇宙真的是六千多年前造的 有没有什么蛛丝马迹线索 可以观察得到 科学告诉我们是几亿年 你们老说这个是只有六千多年的宇宙 有没有什么 感谢主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碰到这个 Dr. Ken Ham 他原来是澳大利亚人 他是一个基督徒科学家 他年轻的时候就觉得 不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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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创世纪应该是真的 进化论是假的 我们怎么老拿进化论来读创世纪呢 我们要以基督徒科学家的精神 来研究这个世界 所以他就产生了所谓的 他开始一个机构叫做Creation Science 那他的网站叫做Answers in Genesis 后来就是上次他盖了一个大方舟 就是我去的那个地方 就是这个人盖的 他就不断地从这个信念开始 宇宙是按着圣经所说而造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这本书他这边写的第四册 Answers New Answers Book 那下面这左边这四个人 Dr. Andrew Snelling Dr. David Manton 这都是蛮重要的所谓的 Creation Scientist 就是相信创造的科学家们 Dr. Georgia Pernam 在他的这一本书的那一个 有一个chapter 有一章上面写说 What are some of the best evidence in science of a young creation 在科学 科学家观察宇宙的时候 有没有看到一些 这宇宙其实没有到几亿年 几十亿年 也许就是几千年到一万年 他列举了十个 那有些 他有些东西那是完全 对我来说完全是外行 叫做Above my pay grade I have no idea what he's talking about 但是我还是列出来 这个书也列出来 你们许多是受教育的人 高等高级知识分子 你们可以去查这些事情 因为它包含了 十大学科十个专业 所以有些东西 我根本不在我的专业范围之内 第一个他这边指出来说 海底沉积物太浅 他说每年河流流到海底的沉积物 经过几亿年 4.6亿年应该很厚 目前最厚的不过400公尺 以每年2亿吨的流量来计算 他们这个可以算得出来的 每年河流 所有的河流把沙子带到海底 大概是2亿吨 目前的厚度 大概只要1200万年 就可以达到目前的厚度 而不需要4.6亿年 1200万年跟4.6亿差很多 如果计算挪亚洪水 带来的大量层积物 这个厚度就可以在更短的时间内达到了 所以这是相信圣经的科学家做测量的时候就发现 其实事实跟理论是有差距 跟进化论是有差距的 第二个是严惩扭曲 这个我看了半天也看不太懂 他们意思就是说 严惩如果是太古老干掉的时候呢 会裂掉 可是他们观察的严惩扭曲呢 是没有裂的 也就是这个严惩其实很年轻 这个里面有相当多的愤怒 相当多的一大堆的测量数据 我看了半天你们如果谁是 好像据说有一个是 Geological Science 你们可以地质科学是不是 你们可以去研究这个 第三个是化学中发现软骨 如果几亿年的化石 几亿年的化石里面不会有软骨 这边有人发生软骨 第四个我也觉得很有意思 就是他们说太阳的威力 以恒星的年份来算的 威力太弱了 我以前也没想过这些问题 他说恒星如果是几亿年呢 你知道恒星会慢慢变成红巨星 然后最后成为白矮星 然后最后消失 他说以太阳的年龄来看 如果真的是几十亿年呢 或者是不管 绝对不是这个温度 地球应该是烧干的 可是这个温度呢 看起来真的是像是 只有几千年的温度 是非常年轻的太阳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这是你们科学 我是研究文史哲的 所以我看这个是 还是提出来 给你们参考 再来他说地球磁场 减弱的速度太快 There are several measurements confirm this decay Since measuring beginning in 1845 从1845年 人开始研究 测量地球磁场 The total energy store in earth's magnetic field has been decaying at a rate of 5% per century 也就是每100年 地球磁场会减弱5% 这是证实的 14 archaeological measurements showed that the field was 40% strongest in AD 1000 在公元1000年的时候 地球的磁场 大概40%的强度 比我们现在还强40% Recent records of the international geomagnetic reference field the most accurate ever taken show a net energy loss of 1.4% in just three decades 也就是 30年地球磁场 又减弱了1.4% This means that the field's energy has halved every1465 years or so 所以每过1465年 地球磁场就减半一半 At the current rate the field and dust the earth could be no older than 20,000 years old 也就是你再怎么算 地球绝对没有超过 2万年的年纪 要是超过2万年 这个地球磁场 他们就说 会强到一个程度 会高温到一个程度 让生物无法生存 所以现在地球 绝对没有2万年以上的 这个 你要是这些研究记录 在今天大部分的科学里面 都会被删掉 因为没有人会理你 这个处理这个数据 因为你不合 不合 这个 进化论的这个世界观 第六个 他们在挖硫矿的时候 发现 氦气含量太大 氦气在高温延程中 会慢慢被释放到大气层中 如果是几亿年呢 氦气含量不会那么大 所以这都是一些 很强烈的inconsistency 一般人都不处理了 第七是碳14 carbon-14的减半量 速率是5730年就减半 所以用碳14碳12这些 碳测化石呢 最多只能告诉你化石有5万年 这个我以前还真的去研究过 我以前我在神学院读的时候 写了一篇paper就专门写这个 这个碳12的这个减量速度 你最多能 你最多研究化石呢 能研究到5万年 用碳12跟碳14侦测 5万年之以前的这些 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呢 所谓的几千万年前的化石呢 是不能测量的 所以当科学家说 这个是白二纪 寒五纪 侏罗纪的这个化石 当他们挖出来说 这个有几千万年 请问他们怎么知道 不是透过碳12碳14 他们是透过挖到的 这个延程的年龄 来决定这个化石有多老 所以我再去查 他们怎么知道 这个延程的年龄呢 是透过里面挖到的化石 来决定这个延程有多老 真的 我找两篇的这个 找两篇的这个作者 他们真的这样写 这个叫做循环论证 是非常可笑的 你决定化石夺老 是按照延程夺老 你决定延程夺老 是按照化石夺老 所以到底谁老 这就跟那个笑话一样 那个宗宝店的那个老板 天天跑到市中心去看 那个大宗几点 他调他说的宗宝店 你的宗 结果市中心的那个人 天天在宗宝店 看他几点 然后调那个市中心的大宗 到底谁的宗准 你对我的宗 我对你的宗 这个两个对来对去 到底是几年 没有人知道几年 所以碳14碳12的探测 就是五万年 超过就没有了 因为他不断减半 减半减半 剪到最后就没有了 第八 他们提到这个天文学 提到彗星年龄 comment 我小的时候最记得的是 哈雷彗星 听说76年 是吧 回来一次 就是说我那时候是几岁 然后再看的时候 已经是老头子了 对吧 那个就是 彗星呢 他们会不断缩小 因为它上面的冰块会经过太阳的时候会溶掉 所以就产生了这个彗星的这个尾巴 这个尾巴呢 缩小的速度不可能有几亿年 可是它还是有大堆数据 我无法在这里分享 第九 他们说海洋的盐分太低 这个也挺有意思的 有人就量这个 Every year Every year rivers glaciers 这个冰层 河流 Underground seepage And atmospheric And volcanic dust 还有火山 Dumb large amount of salts in the oceans Consider the influx of the predominant salt Sodium chloride 就是所谓的这个 铝化钠 Some 458 million tons of sodium Mixed into ocean water each year But only 122 million tons Is removed by other natural processes If seawater originally contained No sodium And the sodium accumulated At today's rate Then today's ocean saltiness Would be reached Only 42 million years 也就是如果以现在这个海 带进这个盐的增加速度 4200万年就可以来到 现在的海盐含量 只要4200万不需要4亿年 所以这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但是这个推算法 还没有计算挪亚洪水 所带来的大量的颜量 所以这是另外一个 这是第六章里面 所必须注意到 我们观察这世界 还有一个挪亚洪水 第十 古化石中的细菌DNA 仍然完整 它没有强 没有完全的这个 Mutate 变质 它真的抓到是一样 欢迎你们回去看 这个真的是 不怕你不比较 这个真的霍比 三家不吃亏 真金不怕火炼 我真不怕你回去查资料 你说 牧师你讲这个 我回去查查 回去查查 真的回去查查 宇宙不见得要那么老 进化论的科学家 是占领了所有科学界 所以你如果发出 非科学 非进化论的科学研究 你不会被采纳 你的文章不会被发表 就有一个康纳尔大学的教授 叫做John Sanford 他写的这本书叫Genetic Entropy Entropy叫是伤 那 死者书房翻译了 叫做退化论 你也去找这本书 他说他是做Genetic 做这个 Genetic怎么翻译 基因 做人类基因工程 他发现到一个事实 就是人的基因 是一直在毁损 而且是翻倍的毁损成长 也就是 我们会有越来越多的 遗传疾病 不是越来越少 每隔 每番一代 那个遗传疾病的得病率 是再加高 再加倍 所以他发现到一个 很惊人的事实 人类没有在进化 而在退化 以这种退化速度 你要是两千万年 人类就完蛋 只能几千年 从亚当退到现在 只能几千年 你再退就没了 他们在火 在有一个太平洋群岛 有一次被台风摧毁 那几十年后 那个岛上全部都是射盲 他们为什么呢 发现 因为那个生存者 有几个都是射盲 正常人通通那次都死光了 所以后来发现 那个岛上都是射盲 看不到颜色 这就是 人的基因里面 产生的不断的退化 也就是在上帝 造亚当夏娃的时候 亚当夏娃一定是 极为有智慧 极为健康的人类 亚当看到所有的动物 就替他们取名 对吧 我看我就不知道 叫他什么 每一只都是四脚兽 四只脚的怪兽 亚当看到每一个动物 就给他起名 到了一千多年后 挪亚洪水 过了大概一千多年后 到了古埃及文明 他们盖的金字塔 我们还在学习 他们怎么盖呢 可见人 原来以前是很聪明 不是以前 从石器时代 拿丢石头 然后点火 然后就是你看到那些画 山顶洞人 北京猿人这些画 好像是真人 原来人以前都是这样子 在那种极为落后 然后慢慢进步 上帝原来造人 是按着他的形象 智慧 他的光 他所给人的一切丰富 而造的 上帝亚当吃了 那个果子之后 就退化 John Sanford 你去找这本书 欢迎你去找 Genetic Entropy And the Mystery of the Genome 因为现在这科学的进步 可以使人算出这些 人的退化数 这几点呢 给我们所 至少我希望给你 带来一些思考 圣经真的是可相信的 圣经 一个基督徒 当你读圣经的时候 不该是 老觉得这个有问题 那个有问题 而特别是我们在北美 我们有机会受高等教育 当你发现这些问题的时候 你更该去思考 更该去找一些 基督徒的科学家 所留下来的一些 给我们的一些 好的方向 使我们来指引 来看到这些经文 上帝真的是按 他的奇妙 所造的这一切 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说到 圣经都是上帝所默示的 与教训 督折 使人归正 教导人学义 都是有益的 教书上帝人得以完全 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圣经所记得是历史 是事实 是我们信心稳固的根基 这个问题呢 我今天只提出来一个 短短的这个问题 但我希望你开始朝着 建立你信心的方向来前行 我们所读的神的话 是可信靠的 你当然可能还有很多问题 比如说恐龙啊 这个我们以后 慢慢再来看恐龙 挪亚方舟上面 有没有恐龙 这个亚当的孩子 跟谁结婚 反正这些 虚虚多多的这个问题 我们以后再读创世记 再来慢慢来思考这些问题 但你要记得一件事情 科学理论几十年 就会更换一次 这是事实 圣经所记载的是 历史事实 是真实的 它不会改变 再过两千年 圣经还是圣经 但是科学理论必须进步 必须重新思考 所以我们不能完全 以科学来读圣经 而是必须以圣经来读科学 圣经来读世界 来读历史 所以你特别再是鼓励当中的 所有基督徒科学家们 上帝给你们很大的恩赐 在各界 各领域里面 上帝给我的恩赐 是在文史责里面 是给我在这方面来做思考 来辩论 来护教 但是给你们很多人 在不同领域里面 你有责任的 不能只是看电视 下班就是看电视 你得看看 以你科学角度来研究圣经 来思考 你会发现是美的 上帝真的是按着祂的话 造的这世界 按着祂所造的这一切 把我们今天有的这宇宙 是如此而来的 我们可以相信祂 我们可以信靠祂 你阅读祂的话 你的信心会越增长 你越研究 你会越认识祂 我们一起来 唱这首诗歌 请说主 我们一起起立 来唱这首回音诗歌 起来 请说主 进到你面前 来领受领量 你深深话语 将真理 神知我们心 更新于塑造 成为你阳寺 让基督神 让基督真光 今天的看见 在爱心举动 心心心 行为重 请说主 来充满我们 以你的一年 为你的荣耀 教导我 完全的顺服 神节的敬畏 真实的谦卑 检查我 检查我 心怀 于一年 在你深光中 赤露的 敞开 是心心 正常 是眼的 看见 你只尊 大爱 你只高 全病 永不变 深厌的能力 让真理 胜过 一切的 不行 听说主 更新我心意 让我们 看见 你道路 从高 不改变 永恒的真理 从创始 之初 一直到 永远 平安 殿 残力 在你 隐许中 平行 心 前行 你与我 同行 请说主 建立 你 教会 直到 你 荣耀 充满了 全力 主我们来 到你面前来 感谢你 你赐下了 你的话语 你到今天 仍然对我们 说话 我们真的是 按照你的形象 我们不是猴子变来的 我们不是宇宙碰撞 巧合产生的 我们是你所珍贵 所爱的 主 但我们却背叛了你 我们在亚当里面 都犯了罪 都离弃了你 你却拆遣了 第二个亚当 耶稣基督来 拯救我们 使一切信靠你的 不致灭亡 反得永生 主今天早上 我们要来把我们的信心 再来转向你 你的话语是可相信的 你的话语是信实的 你的话语是不改变的 你的话语是值得我们研究的 主 你的话语 是我们信心 信仰 真理的完全的根基 主 你在六日造了世界 你第七日 你安息 主 我们在这个安息日 在这个早上 我们在这里 你面前 在你的话语中 得到安息 在信心中 来仰望你 使我们的心得满足 使我们在明天 面对上班的时候 主 在我们的领域里面 有你来的智慧 帮助我们 在我们生活里面 来发扬 主 你的光 你的真理 主 使我们不是只是 单单的上班 争钱 主 你帮助我们 活在为你而活 的这个真理里面 主 你的话是可信的 因为你的话 就藏在我们心里面 来建立我们 改变我们 感动我们 祷告 奉耶稣的名 阿们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